自去年6月起 修理风波引起的暴力违法事件 不但令香港饱受创伤 法治受到冲击 也在其让不少人深感香港教育的问题 令人震惊的是 在事件中一共有3000多名大中小学的学生 因为参与违法暴力事件而被捕 占所有被捕人是40% 而学生中18岁以下的 竟然占了四成半 更让人担忧的是 事件反映部分学生的手法意识薄弱 经过暴力洗礼的青年人 似乎习惯了用口号或者抗争的手段 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和争取自己的利益 与多元社会会和平共处 而必须推崇的理性讨论 换惠思维被盗而辞 他们误以为只要持续进行破坏 把违法抗争行为合理化及恒常化 就可以逼政府让步 面对如此严重的青少年的现状 我们不禁要问 香港的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但我认为香港年轻一代出现的问题 可能主要不是香港教育的问题 而是教育被政治化的问题 换句话说 政治问题不解决 更好的教育措施 更多的教育资源 也难以扭转局面 教育的政治问题 和香港社会整体的政治问题 是分不开的 归根究底 就是一国两制的建设问题 就是我们有没有准确理解 和贯彻落实一个国家 两种制度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来确保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的问题